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蘋果在iPhone十四 在正式亮相之前 他們高調的喊出 印度廠也加入他們的生產行列了 這也凸顯出 蘋果生產線多元化 現在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 不過紐約時報卻報導說 蘋果現在不只是相當依賴 中國大陸低薪的組裝工人 對於高薪員工的依賴 也是越來越高 所以如果說現在要擺脫 對中國大陸的依賴 其實是比過去更加困難的 而在這一次蘋果發表 最新的iPhone十四的手機 雖然標榜他們照相功能 以及在電池的續航力 都比過去更好 但是卻是因為通膨的因素 在這次美國的部分 並沒有調漲他們的這個價格 那麼似乎蘋果在面對通膨怪獸 也只能夠舉白旗投降了 而在臺灣呢 雖然是有蘋果iPhone十四 拉戶的一個洞難 不過在八月的出口 年增率百分之二 卻是遠遠的低於預期 那麼現在呢 再加上這個軍演的因素 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一個影響 在整個政治風險指數 也是增加的 從去年的第三名 現在滑落到了第六名了 那麼對於整個經濟下行的風險 是不是也往上提高了呢 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資深分析師 謝承諺 大家好 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盧艷莉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王上志 各好 蘋果iPhone十四手機呈現 現在少量的轉到了印度去生產 不過紐約時報呢 確實報導說 蘋果要擺脫對大陸的依賴 跟過去比其實是更困難的 沒錯 就在這個時間點 紐約時報的這個斗大的標題 叫中國如何塑造了今天的iPhone 如果我們再從他原問的一個標題來看 意思是大陸如何與日俱爭的去影響到iPhone 所以是不是真的能夠順利的擺脫 對中國的依賴 大概到 提到了到印度去設廠 甚至越南也有 但是是不是能夠擺脫 其實我們應該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iPhone十四 首度在中國以外國家製造 大家會覺得說 那以後這個在中國台廠怎麼辦 好多企業怎麼辦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實際上依賴的程度並沒有真正的下滑 為什麼 疫情期間 因為這個上海深圳的隔離政策 對不對 很多蘋果的高階的設計的工程師 庫克覺得說隔離這麼久 好像不太好 那怎麼辦呢 就加薪讓當地的這些 中國的工程師 參與到的這個設計的一個部分 結果發現說也做得滿好的 那慢慢的似乎就稍微取代了 原本美國或歐洲的工程師 那到了疫情趨緩以後 他們希望這些工程師 回到亞洲 回到中國 沒有人願意 大家會擔心說 後面會不會又持續的隔離 結果這些亞洲的工程師 就開始主持原本是加州工程師 主持的會議了 所以等於是說 已經提升了中國工程師 各位過去會講說 就是組裝比較低階的 這些勞動力 可是從這一次就發現說 原來高階的工程師 一樣能夠慢慢的去取代 過去歐美的高階工程師 所以在設計參與的程度 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真的是不是能夠擺脫呢 我再舉一個小故事 過去庫克更改MacBook裡面 一個小螺絲的規格 他就想說在美國的登場 就可以搞定了對不對 結果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辦法搞定 花了一個禮拜一個月 就是搞定不了 沒想到這件事情 在中國透過我們台廠 既然一個晚上全部搞定 而且照樣的如期的生產 所以在美國搞不定 在中國那邊就搞定 所以你說是不是真的能夠擺脫他的依賴 好 過去十年當中 其實我們所聽到的一個中國的企業 在庫克的扶持之下 包括力訊 包括順雨光學 包括這個瑞生科技 甚至藍絲精密 大家就發現說 不論是揚聲器 就是我們所謂喇叭 還有玻璃的切割 還有包括電池 甚至鏡頭模組等等 其實都開始被中國廠商設計的 原件所取代 德賽就是電池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中國的貢獻度 已經大幅度的成長 所以你去看這次手機的背後 他寫的是什麼 加州設計 對不對 但是哪裡組裝 還是在中國組裝 所以是不是真的能夠這麼有效的 或是完全的去擺脫 對中國的依賴 我認為五年 十年 其實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真的 我們去看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我們去看 接著我們往下看 在目前為止 蘋果 你去想 如果我要擺脫 那照道理 我應該去減少 對中國廠商裡面的一些重要 關鍵零組件的一個使用 可是目前iPhone14的Netflix 快閃記憶體在手機裡面 是非常的重要 對不對 它的供應商是誰 長江存儲 降低採購成本 還有之前我們也聽到說 京東方你自己給我改面板設計 這個對蘋果來講是大忌 你怎麼去改我的設計 所以大家都說從此他要掉單 結果沒想到我們一看 蘋果iPhone14 新機面板的訂單 百分之六 誰拿走 還是京東方 踩到他的底線 他還可以搶到6%的訂單 簡單來講 我發現你有問題 我還是得依賴你 怎麼會這樣子 代表京東方有沒有一定的分量 肯定有 這個不是光只是說 我更改一個面板的設計 我就必須把你踢掉 為什麼 因為到二零二一年 五十一家中國企業 在供應蘋果的零組件 已經超越台灣 成為蘋果最大的供應商來源 如果我們去細數 這個工廠的加速 在中國有多少家 兩百五十九 日本九十六 美國四十九 台灣是三十七 韓國三十 越南二十三 其他是一百一十六 很明顯在整個 中國企業當中 其實供應蘋果是非常占比 非常非常大的 甚至你看這一次的疫情封城 實際上如果說 真的能夠擺脫中國 那很簡單我所有的手機的出貨 趕快調動墨西哥或者是印度 可是完全沒有辦法 他只能上海深圳或者是重慶 用這樣的方式來調動 所以很明顯蘋果對中國的依賴度 其實相當的高 當然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的對手 蘋果的對手是誰 三星 因為這一次iPhone14手機出來 我們到目前為止 其實過去 我講過去每年 只要蘋果要推新機 三星馬上就推一個 一定踩在他前面 然後那個聲量很大 然後最新的科技 最新的應用 這次iPhone14出來到現在 其實我沒有特別的看到 對 三星有推出什麼 驚人的技術或驚人的版本 想要去取代這個iPhone14 抓到大家的眼球 有沒有 沒有 到目前為止 我們就是一直在談iPhone14 iPhone14真的厲害的地方 在哪裡 就是果粉對他的一個支持度 你知道全世界 目前他7億支對不對 基本上大概有30% 他就是這樣 兩三年就換 兩三年就換 所以我做了很多問卷調查 有很多拿iPhone13的 他說iPhone14出來 他也想要換 我說你才剛買iPhone13 你換什麼換 不過我說你那一支可以 便宜認給我對不對 好 所以繼續往下看 在這個當中 我剛才提到三星對不對 為什麼iPhone14來勢洶洶 可是我們卻沒有特別看到 三星在這個地方 不管是突圍也好 或是推出特別厲害的產品 你看三星他自己講 預計晶片銷售大幅度的下滑 會持續到明年 包括個人電腦手機 數據部分都拖累了 而且我覺得更有趣的事情 是我在看這個數據 也不能講有趣 就是說到底整個南韓 因為南韓你就知道 以三星LG這些為首 到底遇到了什麼危機 因為他們的大韓的商工會議裡面 做了一個調查 針對南韓30名業界 跟專家調查的結果 超過75% 76.7 這已經快將近八成了 也就是說大部分的人 認為南韓的辦理產業 面臨危機 這感覺有一種自顧不祥 所以我根本沒有辦法再去跟過去 我所謂的競爭對手來比拼 所以你看九年前三星在中高階的 這位手機市占率是超過30% 過去我的印象當中 只有在美國三星是輸給蘋果 在其他所有的區域 三星都是贏蘋果 甚至在中國 他過去一直是第一名 可是後來一直往下掉 一直往下掉 沒想到三星現在在中國的市場 只剩下零點九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翹翹盤之下 蘋果是越來越茁壯 三星是越來越視為 後面這場戰爭怎麼打 我覺得中國的角色 還是非常重要 好 像剛剛這個陳彥所說的 美國現在不只是要減少 對這個中國大陸的依賴 他們在科技業的部分 也希望能夠來圍堵 中國科技的一個發展 卓大 壯大 所以美國現在宣布了十年的禁令 那麼上這個他就說 擁有先進技術的公司 接下來十年呢 你不可以在中國建廠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他還甚至說 他們的這個審查呢 會用非常嚴苛的這個國安標準 來主案的進行審查 對 當我們在前面 在談論到有關於Trip4 這個部分 他主要就是建基於這個 二零二二年晶片和科學法 這個法案來進行 那早前拜登總統 其實已經多次的描述這個框架 在當時就特別提到 是針對中國 那麼特別是針對 所謂這種先進尖端技術 當時提到禁令有效期限去十年 那麼這次就有關於商務部長雷蒙多 具體描述了這個框架裡面的這些內容 事實上雷蒙多他特別提到 這次有關於特別是Trip4 還是在Trip4當中 他這裡頭大概有280億的部分 主要是針對於在美國方面投資的補助 他裡頭當然主導有兩個不可以 一個就是說不可以 那麼在其他的國家 打造先進的科技設施 另外另外也不可以把這些補助的錢 拿來回購股票 但是他提到了一個可以是什麼呢 就成熟製成如果在其他國家有的 可以擴產 那麼這次算是比較具體的描述了 這次有關於晶片法案 或Trip4裡面 它的相關的裡面有具體的內容 那當然在這次裡頭 那麼聯盟多他當然就特別提到了 因為主要他描述了 事實上現在全世界當中 只要有百分百分之二十五的部分的先進的 晶片都是消耗到美國 百分之三十的成熟晶片消耗到美國 在這樣子的結構之下 中國大陸作為競爭的對象 因此就是來到這個具體的內容了 跟先前提到拜登總統說的是一樣的 就十年期間不准這批中國投資 不准在中國開發尖端的技術 當然我們看到了在這次更多描述 Trip4的內容 要聊掉的部分 特別是商務部長雷蒙多動作真的很多 究竟Trip4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打擊中國嗎 還是更多的還是在維護美國自己的利益 我們來看這個部分 其實跟台灣有關 就台灣的這個環球晶圓 都知道環球晶圓前陣子 要在國際上投資 包括德國跟韓國都對他有所爭取 而且一度在德國方面 已經談到七七八八了 那麼預計要投資50億美元來擴張 但是殺出了陳曉晶 這位陳曉晶就是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我們先來看底下是怎麼回事 在今年6月的時候 商務部長雷蒙多的團隊 主動連續了環球晶圓的CEO 董事長徐秀蘭 跟他在電話上談了一個多小時 爭取他到美國來投產 談完之後兩個禮拜之後 那麼果然環球晶圓就正式宣布了 要在德州來建廠 當然在描述這個過程裡頭 他還是特別提到說 美國的補貼 美國的爭取是他決定的原因 否則怎麼樣呢 否則如果當時在韓國建廠的成本化 其實只要美國的三分之一 就可以蓋好了 成本差好多 對 但是這裡頭就是商務部長 美國政府的保證說 我們會籌策 運籌好的 就是給你有很多的補助 所以這裡頭 看來雷蒙多 在這裡頭雷蒙多有特別對於 環球晶圓這次終於決定在美國投資 他又具體表示說 其實他的主要的目的 來看這句話 為了要跟中國相抗衡 而且做什麼呢 能做的事情就是爭取所有最多的 所有的企業投資美國 而且投資美國什麼呢 他特別提到就是四個地方 包括了關鍵礦產 電動汽車電池 半導體跟人工智能領域 所以商務部長代表了 梅隆多美國政府當中的 這個積極爭取 我們來看韓國的媒體 對於Chief Ford 最新有一個看法跟解讀 這裡頭提到 那麼他們認為 美國現在籌組晶片聯盟 把台積電 包括韓國的半導體產業 拉在手裡 我們先看最後一句話 他這裡提到說 他們認為 這是韓國的角度 他們認為 美國是不希望台積電三星 繼續燒錢 爭奪試戰 為什麼 我們知道在今年年初 去年年已經年初的時候 當時晶片欠缺 當時所以台積電 包括三星都擴大投場 尤其在先進技術 那怎麼辦 美國的領先 美國的競爭力就越來越低 所以美國 籌組晶片聯盟 在韓國媒體的眼中認為 最終它是要爭取時間 也不能說拖延 爭取時間 來看這句話 壯大Intel 那麼這裡頭提到說 因為如果有了 美國聯邦補助之外 Intel Intel就能夠設法提升 爭取時間 在先進的晶片製程 那麼這使得美國自己具備 跟台積電三星 一較高下的能力 因此韓國在解讀 Chip4聯盟提到的部分 美國雖然要一方面壓制中國 但是核心就是為了 美國自己的自身的競爭力 和他們的利益 好 剛剛上次哥所提到的 美國籌組這個晶片四方聯盟 Chip4 那麼找了台灣也找了韓國 那麼說是要一起呢 來跟中國大陸相抗衡 不過在最後呢他的目的呢 其實會不會也只是要壯大 他們自己本土的這個企業 我們看到呢 其實他們是不希望呢 這個台積電三星繼續燒錢 來爭奪市占率 所以最終呢還是為了自己 不過說到美國現在自己國內的市場 這個通膨的問題的確相當的嚴重 在這一次呢 燕麗姐 就連這個iPhone手機 我們知道每年 他都會往上來調整價格 在這一次都沒有漲了 對 沒有錯 因為事實上這次呢 在新機發表之前 那業界都在討論 特別是呢 今年的通膨問題 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iPhone的新機 包括所有的零組件 其實價格是全面上調 零組件的部分 所以包括這個外界認為 非常瞭解蘋果的 素有地表最強的分析師 其實郭明錡他之前都大膽預言 iPhone14新機至少調漲價格 會15%起跳 那當然昨天我覺得大家 最大的驚喜就是 除了iPhone新機有紫色之外 那我覺得大家最驚喜的地方 還是在於真的是 完全沒有調漲價格 那我的解讀是 主要還是因為是因為通膨的關係 我們看到其實呢 iPhone特別是蘋果 蘋果其實他現在的上半年的 這個銷售量其實已經成長8%以上 那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蘋果應該是非常非常有底氣 下半年要來調漲新機的價格 可是因為CPI 美國CPI的這個數字 實在是太驚人了 所以我覺得蘋果他在打的算盤是 沒關係啊 我暫且先不要調漲 但是新機有新功能 你們適應 你們喜歡我的新功能之後 兩年之後三年之後 我再調漲價格 你們還是乖乖得從口袋裡頭掏錢出來 我講的新功能呢就是衛星通訊 SOS的這個服務的功能 這功能我覺得實在是太炫了 那對一些這個 住在美國跟加拿大的朋友們來說 因為現在就是先開放這兩個國家 可是呢我想 因為蘋果已經有宣布了 兩年之內 這個功能是完全免費的 那兩年之後 意思就是可能要付費了 那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個功能 或其他新的功能的話 你的黏著度就會大得好 所以這是有關於蘋果我想 這是雖然沒有在調漲價格的部分 可是我覺得蘋果想的也是 精打細算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蘋果會有這樣的 態度上面的轉變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跟美國相關的 一些經濟數據 是有比較息息相關 可以來做呼應 為什麼我們來看的是 這個昨天連整會公布了 這個和平書的部分 那和平書我覺得重點蠻多的 有幾個特別值得關注的 第一個值得關注的就是他們就發現 美國的民眾原本他們有很多的 這個非必要性的支出 就是有關吃喝玩樂 或者是有一些三星產品的購買 可是因為通膨的問題實在是太嚴重了 所以連整會的調查就發現 其實美國近期的消費的行為 已經從所謂的非必要性的支出 大部分都轉移到必要性的支出 以及食物上面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蘋果他也聞到了所謂的消費行為上面的 改變的風向球 因此在這次的價格的這個制定上面 有一些調整 那當然除了美國之外的其他地區 像臺灣就是多兩千塊 其實是反映美元比較強勢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同時我再來進一步說明 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狀況 就是我覺得下禮拜大家要特別關心的 就是連準會升息這件事情 目前看起來就是應該還是會持續在高檔的一個數字 主要還是因為我們可以去了解 就是包爾其實前一陣子在八月底的時候 在央行全球年會他有特別提到 為了解決高通膨的問題 所以必須寄出更多的一些一連串的政策 那我想大家如果印象夠深刻的話 他甚至有說必要的時候 我想就是包爾說的 不管是失業率或者是家庭都必須承受這樣子的一個痛苦 所以目前看起來 九月份升息三碼的情況是不低的 那當然包括十月份十一月份 還有兩次開會的一個機率 大家都很關心 除了九月份之外 十月十一月各會升息幾碼 那其實包爾之前在央行年會也有特別強調 他說其實到年底之前 費的利率大概就是四趴上下的一個區間 所以我想今年升到四趴上下 應該是有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至於明年會不會再持續去做升息 我覺得還是要看CPI的數字 因為目前所有的數據告訴我們CPI的組成裡頭 包括有房租 包括有食物 包括有能源 比較稍微明顯的是能源的價格 稍微往下掉 可是房租 租金這件事情 其實美國的租金還在上漲 所以我覺得對美國的CPI的問題 其實聯準會還是要有比較多的 更積極的手段來做處理跟面對 好 剛剛葉莉姐特別提到的 就是美國聯準會在昨天所公佈的這個和皮書 那麼這當中也有特別提到 因為大幅升息的關係 導致經濟衰退的風險是提高的 那麼在下個禮拜所公佈的這個最新的這個通膨 大家也在關注 這個美國聯準會 到底會不會一口氣來升息三馬 目前來看這個機率是蠻高的 不過我們剛剛也提到 iPhone在這一次美國 是沒有漲價的 足以見得它通膨的這個嚴重性 其實臺灣的部分 整個經濟層面的這個壞消息 其實也是不少的 它雖然是有iPhone十四拉戶的一個效應 不過八月份的出口其實年增只有百分之二 這個數字是遠遠低於市場原本的一個預期 而且我們來看到是也是因為地緣政治的一個衝擊 再加上這個大陸軍演的一個影響 他們在這一次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當中 在這一次的這個名次 從原本的這個第三名是退步 這一次是來到了第六名了 而另外我們也來看到是在整個市場 這個資金流動的一個部分 特別關注的是M1B跟M2的年增率 現在出現了這個死亡交叉的情況 我們知道這個M1B是指這個市場的流動性 比較高的這個資金像是活存的部分 那麼M2當然它的流動性是比較低 但是現在卻是出現了死亡交叉 今天審視說臺股的資金是比較呈現緊縮的情況 特別請教英老師 剛提到這一連串的這個情況 是不是代表臺灣經濟下行的風險也提高 我想目前我們看到的問題 蠻多的很多真相 其中當然第一個就是我們投資環境評估了 那投資環境評估這個裡面 我們主要是政治風險 一下子下滑這麼多 讓我們的這個整個這個 從第三名調到第六名 原來我們這個 從這個經濟部的角度來講 他最喜歡讓人家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投資環境評估 在世界上排名最前面 現在這跌的 當然這因為佩洛西到臺灣來 那中共軍演 對我們臺灣這個橫刀相向 全球矚目 那大家都擔心 這個會帶來很多的這種 軍事上的這種風險 不過話也講回來 真正對臺灣的這個外資來講 他們這個已經在臺灣的投資 好像沒有受到什麼太大的影響 而我們看到的真正的這個衝擊 可能是從這個 所謂的晶片生產的這種分散來看 原因就是一方面因為去全球化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這個晶片生產分散到別的國家 另外一個主要原因 就多多少少受到臺海這種局勢變得非常的緊張 所以這個分散的話會降低他們晶片風險 集中在臺灣所產生的問題 不過不管怎麼說 這一塊到目前為止 對臺灣的實際投資它的衝擊不大 不過另外一個叫人家很擔心的就是 我們八月份我們的整個對外貿易出現貿易逆差 是 貿易逆差負137億美金 那當然這種貿易逆差我們看真正的原因 第一個是電子我們主要的出口的主力 電子的出口成長 降到了百分之十二 那其中我們七月份的成長還有百分之三十九點多 八月份突然降到百分之十二點百分之十二 所以它是急速就往下墜了 急速往下墜 電子那個這個下墜的原因 當然我們再進一步看的話 就是八月份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採購經理人指數 突然跌到了四十七點二連續三個月下跌 跌破五十 就跌破五十 這個代表就是我們收到的訂單越來越少了 對 那這種狀況就主要是電子業 電子業的訂單越來越少 你出口當然減少 當然還有另外一些我們的出口產業 傳統的都大減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我們進口成長非常的多 其中原油成長了百分之四十八點四 這個是造成我們貿易利差的最主要的原因 當然除了原油之外 我們的消費品上升了百分之二點七 進口增加了消費品的這個價格增加 增加當然是我們我們台灣是海島內需 我們對國際的需求 所以這些現象如果擺在那邊的話 我們台灣過去主要是靠出口 出口導向 我們的引擎是出口推動經濟 那開始變成複數的時候 這個紅燈就開始慢慢亮起來 當然除了這個原因之外 我們特別還要注意就是 M1B貨幣的共機 是交易動機的貨幣 就是我們一般大家 經常要使用的貨幣 而M2是我們的這種 將來定存 定期存款 所以當我們的這個大家 大家天天用的這個貨幣 它的成長率低 大家存錢反而相對的比較多 同時當然全部都在下降了 這個代表的是什麼呢 我們整個貨幣的動能開始減少了 也就是說大家動能減少的話 代表就是我們整個這個經濟 開始慢慢的變得拐慢了 問題就開始浮出來了 當然還有一個另外一個 讓人家更擔心的現象 就我們看到這個主機出的 這個物價指數突然八月份下跌 二點六到二點六六通貨膨脹 我們從三點三六降到二點六六 大家就這個好消息 覺得好像通貨已經開始減緩了 但是我們進一步看那個內容 大家擔心 原來就是去年八月份有個大颱風 所以我們的蔬菜對誰大漲 去年大漲 那今年沒有這個颱風 所以它是激起比較低 所以我們蔬菜的這個指數的這個價格 的指數就跌了百分之十九點零七 這一下就把整個指數拿下來了 可是我們看指數的內容 大家會非常擔心 我們叫食物類都在漲 食物類漲了百分之四點八六 漲的最多的是蛋 蛋漲了百分之三十三點二九 那另外還有外食足 我們一般人在外面吃 漲了百分之六點六四 等於它漲的這些東西 是會讓一般的這個老百姓 會覺得很有感的 就是你民生需求的 不過不管怎麼說我們現在看到的 所有的這種經濟的這些指標 或者一些環境裡面所面臨的因素 都看到我們臺灣的經濟 正在慢慢的惡化 那這種惡化是全球性 全球經濟現在都開始在走下坡 我們臺灣也被帶動的往下走 那再加上兩岸這個緊張的氣氛 影響到雙方經濟的互動 所以我們來看的話 如果美元繼續的升值 帶來的金融動盪再加進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未來的這段時間 尤其是下半年 我們可能要度小月了 因為臺灣的經濟很明顯的下半年開始萎縮了 那這種會有多嚴重 現在還不曉得 不過今年下半年跟明年這一年 我們都會面臨滿大的這種變化 那也換句話說大家要綁緊腰帶 準備這個面臨這些這個經濟上的一些風暴 好 剛剛英老師呢 從一些經濟數據呢非常重要 但我們看到 是不是大家要有這樣的一個心理準備呢 可能要開始勒緊褲帶 要過苦日子呢 包括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整個資金呢 出現了緊鬆的情況 包括在過去以出口為導向的臺灣呢 現在竟然出現了貿易逆差 還有包括呢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整個政治的地緣的一個風險 也影響到了大家的這個投資的信心 就要請教上志哥 美國十四號呢 就要審查臺灣政策法了 不過其實臺灣政策法呢 在過去已經兩度是嚴審的一個情況 那麼現在呢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的蘇利文說 中國侵略臺灣呢 他認為說其實還是一個很明確的威脅 而且呢這個部分的條文令人擔心 你覺得這一次會過嗎 這一次很難說 因為現在臺灣政策法真的很敏感 多敏感 他們被視為說 我們知道美國政府對臺灣關係 現在是基於臺灣關係法 臺灣關係法是在1979年當時通過的 他現在這個臺灣政策法 被視為是這個臺灣關係法之後最大的改動 裡頭有幾個真的蠻敏感的 首先第一個部分敏感是他在未來四年 要對臺灣有大概約45億美元的部分的 軍事防禦補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 他主要是認定臺灣跟美國關係 會變成一個叫做 主要的非北約的盟友 那麼這個部分 而且還包括會把駐美國的 這個臺灣的經濟王辦事處 變成臺灣代表處 這種感覺起來會有一個 剛剛講外交 軍事 還有一些貿易的地位大幅的提升 那麼一旦動的話 中國大陸會怎麼看待 特別臺灣這兩個字 所以這解決為什麼現在在歷經了 在7月19號跟8月3號 那麼這兩個確實是一個比較 更有更重要的這個法案審查 那麼把它延後了 但是這次審查的狀況 那麼現在就是這個 所謂的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 蘇利文正式表達說 因為部分條文令人擔心 而且他提到主要是說 拜登政府是很憂心 如果這個法案如果通過的話 會適得其反 會就使得美國長期數十年來的 這個對於臺海兩岸的 這種戰略模糊的政策 那麼這個部分就會被打破了 要知道我們就要11月 馬上G20的部分 包括拜登其實跟習近平要見面了 如果在現在這個臺灣 這個所謂政策法 一旦更有進度的話 對整個中美關係真的是天翻地覆的影響 我個人認為這個部分 完全是比裴洛西訪台 要更重要或更敏感 100倍以上的這個法案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 包括蘇利文出來有點踩刹車 也聽到說現在他們希望透過 來遊說民主黨的參議員 希望能夠讓這個方面的法案 能夠還繼續壓制住 不過我們都知道 提案的對象的部分主要的兩位 梅蘭德茲跟葛萊姆 一個是民主黨 一個部分是共和黨 都是首席一個預算 一個外交的首席的議員 他們這個主導性很強 也都先後來臺灣 跟民進黨的關係很不錯 他們也不會輕易的 讓這個法案被錯掉的 當全球包括政治跟經濟方面的 不確定因素越來越多 在投資市場 那麼ETF 會不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呢 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